我們來看一下這個102 它其實題目就是什麼 它是要把這個XML的題目 XML的這個檔案放在哪裡 這個real.xml這個 它這個檔案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這裡 有個read的這個102.xml 請都一樣把它下載 下載之後可能要跟剛剛檔案一樣 請你自行再把它改一個檔名 根覆檔名 檔名的話就是read.xml 這個它需要的是這個 那一樣把這個檔案把它一樣把它放到哪裡 把它放到我們的根目底下 也許就把它放到 我是另外一個專案 我是另外一個起個專案 把這個檔案怎麼樣 把它放到我們的 下載這個把它拖拉過來也可以 放進來就OK 那你打開之後你會發現它就是一棵樹 不過這棵樹的話長的跟之前不太一樣 之前的PM2.5的話 它外面的話 外面好像名稱叫什麼 A什麼 AM什麼的 那實際上最外層的就是一個叫root 有沒有一棵樹的根 就是 所以我們可以用那個之前有用到一個ET的element tree 把它整個樹都抓回來 那抓回來之後的話裡面呢就會有一個一個的資料 之前我們的名稱叫data 不過現在叫rororo裡面的話就有這些欄位 那欄位的話總共它總共有這麼多 2 4 6 8 10 14個欄位 那14個欄位裡面的話 它其實只要抓1 2 3 3個欄位而已 OK 14個欄位我怎麼抓其中的3個 我應該沒記錯應該3個欄位吧 這3個欄位的話分別就是要抓這個SNO 就站點的代號跟SNO跟TOT OK 什麼場站總停車格 實際上這個資料網路上應該也可以找得到 主要是知道說目前的U-Buy 它的那個車輛到底才剩下幾台 那這個是即時的也就隨時它會跟動有沒有 然後呢 我們假設我只需要3個欄位 並且幫我存成什麼 存成write.csv的話 該怎麼做 所以第一步我需要什麼 把這個XML這個檔案 讀到我們的程式裡面 所以我需要用到跟之前一樣 import一個XML的eTree的elementree 那因為這個模組的名稱實在太長了 所以我就另外再給它取一個名稱 SET就可以了 SET這個好像跟正照考慮一模一樣 正照考慮也是用同樣的方法 OK 然後呢 我們用 ET這個elementree 點這個 這個 這個 把這個檔案讀進來 所以我們這個裡面有一個檔 讀到哪裡呢 讀到一個Tree的一個變數 那如果我要把這個Tree 這顆樹的root抓過來的話 其實這個應該跟前面一模一樣 這個等於是我們之前那個範例裡面 那把那個Tree裡面有一個方法叫get root 把這個get root抓過來之後呢 得到一個root 然後把這個root裡面的所有的東西 所以這個root其實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這個data data裡面的for each 每一個 每一列的話 也就是指的是它下面的東西 那我們就怎麼樣呢 把for data in root 所以特別的這個data指的 其實就是剛剛那個roll 這個底下的這一個一個的 這個 名稱不一樣 只是說 或者你可以把這個名稱改 那把它每一個每一個讀出來之後的話 因為我要抓的剛好是前三個 三個欄位名稱 所以我就怎麼樣 這個是0 這個是1 這個是2 裡面的文字就這個 把它抓回來 所以哦 我這邊用了什麼 跟之前一樣 print的什麼呢 三個 因為它有三個欄位 所以三個大瓜糊 後面不要print 後面不用換行 那裡面的話呢 用format 把第幾個呢 把第0個 點test 第一個 第二個 分別抓出來之後幫我print 所以你會發現 把它執行的話 那這樣的執行結果 就會看到我們要的 又是語法錯誤 後面少一個後瓜糊 沒有辦法 這常見 OK 把它執行一下 目前可以看到 OK 所以 哪個站點 然後目前總共 TOT 車輛還剩幾台 有沒有 所以其實有時候欄位 太多 我們不要 我們抓最重要的部分 秀出來就好了 所以甚至你也可以 跟手機app結合 以後的話就秀我要的東西 其他欄都不要 不然有時候太干擾了 有沒有 有沒有 現在有沒有車就好了 所以甚至你可以寫一個什麼 客製化的 你目前 抓到你的GPS位置 告訴我附近哪一個 站點最近 而且是有車的 你告訴我怎麼走 馬上導航就OK了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類似有這種功能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第一步的話一樣 先把資料把它抓過來 第二個的話 我只要其中的前三個欄位 最後當然也是一樣 再把它存檔起來 就完成這一題了 如果最後的話 要把它寫 剛剛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地方 輸出的話 就是只有三個欄位 理論上當然不只三個欄位 後面還有其他欄位 所以以後 也就是開放資料 假設給你很多資料的時候 記得 你要先把你要的東西留下來 因為未來 人家給你的load data 都是一堆的東西 你就要從裡面 抓到你要的部分做報表 不然的話 你總不可能全部都撈進來 撈進來幹嘛 等於是沒用 OK 所以要找到你要的 然後再做後續的分析 最後再把你要的報表 跟你的圖表 給繪製出來就好了 你要知道你要哪些欄位 你再去抓 這樣的話 基本上 就 比較我覺得 流程只要順的話 很快事情就做完了 然後你就知道說 下一步該怎麼做了 因為為什麼要做這些東西 主要是幫助你做決策 OK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很大量資料裡面 找到一個 對於你未來在決策上面有幫助的話 OK 那你相對的 公司在經營決策上面 就比較不會做錯誤的決策 OK 所以有時候真的決策非常重要 老闆不是每個都很聰明 所以你要幫助他做正確的決策 這樣子的話 自然而然公司就比較不會虧錢 不會虧錢 相對就不會倒掉 OK 一樣嘛 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所以要怎麼樣能夠做正確決策 讓公司也容易 一直持續還是能夠賺錢 那決策不重要嗎 非常重要 OK 那怎麼樣決策才會是正確的 當然你就要不斷在從那個 大的Data Big Data裡面去撈出你要的東西 去無存精 OK 幫助你做決策 OK 就這樣說 不只是說商業上面的 其實你平常你自己在做決策 你要買哪個東西的時候 你要先做一點大數據的收集 先看一下口碑 對不對 如果口碑你都沒看的話 那直接就買了 不就很容易就跳坑 對不對 或者踩到地雷 好 那最後的話呢 要怎麼樣可以把它存檔 其實道理很簡單 最後的話一樣 需要這兩行 F W 等於open 你看 拆換用的 有沒有 然後加怎麼樣呢 在這個回圈上方 加一個S 等於空置串 然後再把print出去的東西 怎麼樣 再把它串 S等於S自己本身 加上什麼 加上後面的這一串 有沒有 就是它print出來這一串 把它怎麼樣 串在一起 再丟給這個F W物件 去做Right的動作 差別最後一個動作 就是反斜線N要加一下 因為 如果沒有反斜線N的話 那它就會怎麼樣 沒有換行 OK 這樣的話我就OK了 所以以後的話 這一招真的太重要了 還蠻好用的 我覺得以後 你要把東西撈下來做存檔 存成CSV 大家都喜歡的格式 就是這樣而已 OK 所以這個如果你多做幾次 真的閉著眼睛都會 這個我們大概做了 至少五次以上了吧 OK 所以你應該要需要熟練 OK 執行一下 這樣的話呢 不只輸出 而且CSV這邊打開 也會有 我們要的這三個欄位的東西 有沒有 一二三就OK 但是特別注意 這考試的時候 它好像不是要你用那個 就是 CP90的編碼 所以記得 最後可能要豆點加一個 這個 它的UTF8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 這個是我們寫的 可是實際上 它要 未來要寫的其實不太一樣 哪邊不一樣 我大概講一下 這個是標準答案的寫法 一樣會有個CSV 其實我是覺得這邊考試 為什麼要多弄個CSV 我真的搞不太清楚 用個CSV一點 一點效益都沒有 而且可以讓程式 多這麼多行 我覺得這真的是完完全沒有意義的東西 有沒有 程式不用那麼多 你會看到上面都一樣 一樣是什麼 一樣就是 這個print好像不需要 就是 一樣把這個什麼 把這顆樹 xml root 給抓過來 然後最後的話寫 可是它寫的話 一樣又用那個方法 就是一樣先產生一個什麼 先產生一個 CSV的一個所謂的writer 把這個檔給它 然後呢 它一個一個幫我抓過來之後 它要先建一個什麼 空的一個串列 然後再把這個串列裡面 的東西讀進來 實際上你會發現 我剛剛 這個地方是第一欄 所以我剛剛寫法是這樣 我寫成這樣子 可是它寫成這樣子 結果是一樣的 其實如果以我自己的習慣 如果程式比較短的話 而且又好理解 我乾脆算第幾籃就好 我就不用給它藍位名稱 如果你用藍位名稱 你就要用什麼 用find的方法 這樣你可以自己權衡一下 不見得一定要用 我剛剛講這個方法 不過我自己覺得這個方法 好像感覺比較聰明一點 反正自己去全能 但考試有標準答案 你就要照著做 然後一樣它把資料 append進來 ok 然後這個再append進來 所以你會發現 它只是透過append 把資料怎麼樣 把它一個一個丟到這個串列裡面去 應該可以看懂吧 這個串列我們之前也練習蠻多 分別丟到串列之後的話 最後再怎麼樣 再把它寫出去 ok 跟我們上面寫的結果一模一樣 但是 要是你的話 你會用哪一種方法 自行決定吧 我 我自己習慣 程式越轉越好 沒事你會寫這麼長 ok 應該可以知道 但因為有一個標準答案 所以我就順便講一下 順便其實也可以比較 但我不是在取笑標準答案 你不要有這種感覺 不然的話會覺得說 為什麼一直 ok 我只是說 我們平常 該怎麼選擇 你要自己有一把尺 千萬不要寫 寫完之後 哇 程式這麼冗長 ok 所以最後的話 一樣把它right into the close 結果 會是一模一樣的 我也會把兩種寫法 放在雲端上給各位參考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從這個地方 順便也可以讓大家了解 就是不同的寫法 結果會是一樣的 可是說真的 你不用記那麼多種寫法 你應該要記的是說 你自己應該用哪一種寫法 會是最簡單的 所以我剛剛有把102的 102的寫法 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的第四頁 這個是標準答案 底下的話有個其他解法 就是我剛剛寫的 ok 試試看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一直都用F物件 其實主要是真的是 非常的簡短 好記 也不用再去學別的 所以甚至你可以把CSV這個模組 暫時忘掉也沒關係 因為它真的一點優勢都沒有 除非說它真的 像那個Jason你可能要 Jason Low也可能要 但如果Jason Low因為有些東西 就是用那個Evil的函數 它沒有辦法載進來 那你可能就要用Jason 但是CSV目前來看 好像真的沒什麼太必要性 這部分也許請各位試試看 順便比較一下 不同的寫法